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使素呀 使颤呀 导致病人心跳作停 病人死亡 第一个 我们要减少这种心理肠的发生 第二个 就说是 我们发生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么减少心理肠发生呢 我们要从诱因上来着手 第一个 我们要想各种办法 减少心衰的诱因 比如各种感染要及时纠正 比如病人消化不好 饮食往往不太很好 要及时救治 你饮食不好 随时要到医院去检查 调整用药 看有没有出现电阶质紊乱 因为电阶质紊乱呢 也容易诱发一些 心衰病人恶性心理肠的发生 还有呢 病人呢 一定要注意保健 暗示按量服药啦 不要劳心劳力啦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呢 就是你感觉不舒服 这些情况您都注意了 但是还感到不舒服 不好解释呢 要及时到医院去看看哪儿的问题 让大夫专科医生呢 给你做出适当的调整 来减少一些病情的加重 那么对有既往可能出现的 这个心理肠 就是恶性心理肠的 或者这个病人发生过猝死的 心衰病人猝死的 我们现在有一种减少猝死的 一种设备叫ICD 有植肉式的除颤仪 除颤仪呢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机场呀 公共场所呀 也都备有这个除颤仪 当发生猝死的病人 你可能过去捶几下 压几下 也许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当然周围有除颤仪 你过去惦记一下 当然更好了 那么对心衰病人 如果你以前住院的时候 在这个动态心电头 发生过这个死素或死颤 或者你在你疾病的过程中 出现过这样的这个事件 心理肠 死素 甚至不良事件 甚至发生过晕厥 猝死事件 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要进行 这个植入式的除颤仪 这个到医院装一个ICD呢 也就是十万块钱左右吧 根据单枪 双枪 还是三枪来说 它就可以自动识别和处理 如果你发生了 它识别以后 它自己体内放电 把它终止 这就可以救你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杨栏 LAU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